各位好,5月16日星期三,王偉文,逆經港堂 今天坐Uber的時候,韋司機很好,他說 你聲音很好聽,你是不是傳道? 我突然說了,傳道? 但是,我想一下,某個角度來講,都可能傳道 因為我都是教逆經的,不知道算不算傳道 最近,在香港人,新聞一單被一單,令我們驚愕,錯愕 還有一些真的jingle的感覺 你竟然感覺到香港在崩壞之中 一個病人去看腎炎,看疾病,進入醫院裡 竟然換了兩次肝 究竟是怎樣?聯合醫院做錯了什麼? 整件事件,如何盡量看到它是隱瞞? 盡量地不對外公佈,盡量地不讓公眾知道,不讓病人知道,不讓病人家屬知道 病人移送到,因為肝衰竭了,移送到,去到馬黎醫院 馬黎醫生又知道了,又不跟聯合醫院來溝通 又不上報醫管局 聯合不上報醫管局 馬黎也不上報醫管局 大家就這樣做了 他覺得這是一個表演的大好機會 一個大好舞台 好了 呼籲 全港官局 捐肝 又去到 這個問題的焦點 拿出是女兒 未夠18歲 可不可以 放下門檻 又有位熱心的市民 一位小姐 一位女文員 又願意把自己的肝 捐出來 好了 搞了幾壇大龍鳳之後 最邊發覺 是根本錯 原來一開始就錯 這個時候到馬黎醫院班醫生 就指責聯合醫院 整件事情 不是突然間發生的 有個程序過程的 聯合班醫生是知道的 馬黎醫生都知道的 聯合做錯事 他推在制度 主診醫生不在香港 放假未回 完全隱瞞病人和家屬 馬黎接手之後 你又知道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你又沒有立刻通知家屬 醫管局 或者跟聯合班醫生溝通 已經發生什麼事 你又自己就拿了個彩 高調地換肝 呼籲地捐肝 每個事件 都顯示了一個制度的崩壞 人的本質出了問題 大家可以看看最近星期六 陳佩賢醫生寫了一段很好的文章 解釋 無論任何制度 任何醫生 他服務是一個對象 就是病人 所有行為 只可以以病人的最大利益為依歸 事後你不能推任何問題 在官僚制度裏面左推右托 最重要的是本心是什麼 地雷伏 那伏 本怨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做醫生 這個事件不是孤立的 醫療會有犯錯 醫生都是人 我們接受 但是犯錯之後 應該用什麼方式面對錯 這個才是一個人 一個醫生最重要面對的問題 我記得 我們做新聞的時候 八仙嶺火災 是吧 在八仙嶺 當時的威爾斯院 兵方馬亂 兵方馬亂的時候 到時候才說 原來是瑪麗說 其實我是有皮的 在我們的 冷庫裏面 但是你沒有問我拿 我當時已經覺得很奇怪這種反應 聯合今次事件的問題 純粹是隱瞞 怕什麼 但是瑪麗所表現出來的 就是嬌驚 嬌驚 在於什麼 是一種傳統 八仙嶺火災 你有皮 為什麼不主動跟別人說 你要等 沙田威爾斯班醫生 問你 由於你沒有問 所以我又沒有主動說 我免得 熱烈孔都要穿過 冷屁股 是不是這樣 我們的本願是什麼 當年做醫生 你的宣誓是什麼 崩壞就在價值裡面崩壞 制度只是輔助我們做好的價值 這個才反應我的邏輯 我想要搞清楚 好 好了 到沙士的時候 我最記得那位 啊 瑪麗那位 港大醫學院的 林兆 音 讀音字 林兆音 三個金字 那位 是吧 我們瑪麗不會發生的 所有沙士的事件 發生在沙田威爾斯 因為我們 言下之意 只是你們論論盡盡 你們做事 這樣做得論論盡盡 你們不見我們瑪麗有 其實 互相攻擊的過程裡面 任何行業都有山頭系派 但是問題 在大問題之前 這些根本不重要 是不是覺得 這個傳統 我們自己要檢討 除了 不幸的病人 不幸的家屬 因為腎炎而免費換了兩次肝 其實我們要問一下 遇到一個不幸 遇到一個錯失 我們應該怎麼面對錯失 面對不幸 好了 這件事令到我們驚雲府定的時候 突然間李旺陽 李旺陽式的上吊 發生了在 上吊自殺 發生在我們警署的拘留室 突然間多條LAND線 是的 很多網民就棄約了 這個十大武器之手 又變成LAND線 本來是摺椅子 就是越來越荒謬 在警署裡面 有一個 反 懷疑是奸劫的 這麼重要的反 在風頭火勢之間 他可以有機會 拔掉了警署正在工作的電腦 一條LAND線 而纏在腰間 接著 就是一個拘留室 都可以自殺 整件事情疑點重重 如果你不是一個很好的調查 最後結果 能夠服到民心的話 香港市民對警察 又少了一層信心 你記住 已經很脆弱了 雨傘運動之後 其實警民關係 其實源頭不是雨傘運動 是梁振英利用雨傘運動 將警民對立起來 令警隊仇視 示威的群眾 令群眾不信任警隊 這個矛盾已經撕裂得很嚴重 如果再加上這些新聞下去 究竟人們怎麼服 一個不可能發生的意外 或者錯失 是一間警署的拘留室 裡面發生 究竟這個犯 其實她的死亡 是不是在掩藏著某些重要事實呢 最簡單的問題 其實警方安排了 那位被奸劫的女士 就是去臉防認的屍尾 這個是不是就是當的受害人 如果去到屍體 這個臉防地 認下這個當時的疑犯 這個疑犯 未經法庭判決的 連過堂都沒有的 其實 二十四十八小時內 如果你覺得夠了 你就過堂 過了堂 就發牌旗 由法庭判 現在她只是被捕 其實 被捕和過堂 然後 控告她這個奸劫罪 過程還有一大堆所謂的文件要做 現在突然間在警署拘留室死了 怎樣向公眾交代 怎樣向受害人交代 這件案是close還是重新要調查 是兩件案 一件是死亡 在警署拘留室死亡的案 一件就是 這位被奸劫的九龍灣的受害人 他的案件究竟是當了close file 還是重新要查 我經常覺得 這些都被警方 被市民看到警方是工作透明 公正地 超然地工作 好了 這些新聞 每天驚心動拍的 在香港市民眼前發生著 到昨天 更驚心動拍的都出現了 立法會是一個議事會堂 有崇高的地位 它是人民的會堂 它不是政府的議會 它是人民的議事議會 那些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代表了被人民投票 受了權去監察政府 是否恰當地行政 有沒有善用到之餘 我們的公帑有沒有恰當地使用 這是一個很世界性的 任何人民議會 都是至高無上 但是我們的制度 本身出現問題 我們中聯辦 背後的干證 有鐵票 令到這個議事會堂的尊嚴 和代表性都備受質疑 即使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建制派 盤據議事會堂 就一定出事 現在示範出事了 當這個立法會要成立了 一個調查小組 調查梁振英的UGL 那五千萬是否恰當合法 在這個時候 他本來已經閉門會議 而全部都是建制派盤據的小組 但是 都令到梁振英不安 他可以私通一個小組的副主席周浩鼎 在這個文件 提交立法會前 要經過他本人 特首版 梁振英本人的自動 增刪 修改 喂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他已經在謀慢整個議事會堂 議事會堂不是梁振英 不是行政機關 不是行政長官 所應該觸及的地方 他是監察你的地方 他監察你的施政 包括你本人 行為的恰當與否 成立小組 就對你有所懷疑 現在你把所有文件 交給他來 調節 山增 或者把焦點轉移 你是在謀慢整個制度 你是在謀慢整個立法會議事尊嚴 香港崩壞 香港崩壞有什麼辦法呢 大家都覺得很痛苦 很煎熬 很無奈 是不是 我們看到可以信任的 好像警隊 好像醫院 政府 政府 議事會堂 政府你可以不相信他 因為政府 為了他自己過往過失會說謊 但是我們有一個立法會 有一番議事代表 代議員 為我們 代議事 為我們監察著他的運作 他是專貴的議員 這位由人民選出的專貴議員 竟然和被調查的對象 這就是 出貓 這就表示香港整個規矩崩壞 香港很多人經常說 犯不犯法 他以為法律是唯一的標準 我上次節目都說了 法律 是彌補 禮惡不足 禮是規矩 一個人來說 就是他的價值觀 社會來說 就是核心價值 簡單地說 就是有規有矩 規矩是甚麼 有時跟犯法無關 但是你要有規矩 就好像我們說 入屋叫人 這個是規矩 我們吃飯前洗手 這個是規矩 用完廁所要衝刺 這個是規矩 你說犯不犯法 不是用法律來補償 這是規矩 孝順父母是規矩 這是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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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社會崩壞的時候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甚麼 我們唯一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社會 是由群眾組成 是由人民組成 不是由政府組成 政府是代我們管理秩序的機構 我們選出的政府 就因為他代我們 管理一般的秩序規矩 根據法律執行 就是這樣 一棟大廈的質素 是由住客決定的 不是由管理公司決定 管理公司是我們請回來做管理的 一座大廈高級還是低級 有公德心還是沒有公德心 是由他們的住客 決定 所以我覺得政府墮落 我們更加唯有做好自己 在自己的崗位 其實一個社會是不同崗位的 如果你說要由 法律 來管理 在前線的醫生 這個是沒有辦法管理的 太多技術 太多現實情況 有沒有做錯事 你說每人都有機會錯 我們駕車有機會錯 我們寫字都有機會錯 質不忘字 經常錯 我自己經常錯 質不忘字 寫白字 寫錯字 經常發生 你說 雖然說 用寫字搵食幾十年 但是經常錯 醫生都是人 醫生都會錯 制度只是想彌補不錯的地方 彌補有一個人的誤失精神不足 種種的情況 不是法律 是一個規矩 所以如果規矩做得好的話 首先聯合醫院做錯事 這個是一個不幸 但是不幸 珍珠下來的就不是不幸 這個就是價值的崩壞 你盡量希望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之後 家屬病人都不知道 但是扔過去馬例醫院 而不是通報這個醫管局 不是通知病人家屬 因為怕什麼 去到這個馬例醫院 他覺得是一個大演身手的好機會 高調地見記者 高調地講捐竿 高調地講18歲這條線不可以降低 又說社會審判 又說輿論不知什麼 強迫這位女孩 做孝順女一定要捐竿 全部模糊了整個病症的根本 我們做市民的 其實政府在墮落是事實的 梁振英這所謂主管香港作為特首 就是不斷地令到香港價值的喪失 在這個時候政府墮落 我們更加要振作 我們不是悲觀地希望奏下梁振英什麼時候死 其實他什麼時候死不關我的事 我們只是說希望每個人做好自己的崗位 令到我們的核心價值沒有被磨損 令到我們人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價值 不會因為敢而降低 各個層面 只能夠我們更加要有規有矩 做好本分 是的 回歸這二十年 我們在煎熬裏面 所有事情都禮崩樂懷 講一下大家都聽慣了 都不覺得是大不了的事 禮崩是什麼意思 這些規矩沒有了 你現在就看到 為什麼一個疑犯 會在警署裡面 拿了警察警隊那條 那條LAND線來自殺 而案件真的帶來這麼多疑問 如果這個疑犯 未被定罪 或者不可能定罪 就是說 其實那個受害人 真正的兇手都未找到 我們不單止要對死亡的疑犯要負責 她的家屬負責 也要對受害的女子負責 因為如果這個 你就這樣便宜行事 地將個file close 真正的兇手就逍遙法案 還有就是說 令到我們對警隊的信心已經是 極之脆弱 危如雷潤 更加地不相信警察 因為李旺陽事件我們發生的 是在大陸 我們認為不可思議 你有沒有上過街 你記不記得 當年李旺陽死的時候 你要上過街 你又不認識李旺陽 又不是什麼風頭人物 一個工人代表 是吧 但是他死完之後 掛在窗裡 他只是看外面的天空 因為他死了才在看自由天空 當時你上街是基於這一點 價值的不認同 對中國 中共政府的一種控訴 而現在同樣的事件發生在香港 生貿平警傳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自己想一想 你想一想 是不是說 其實真的香港 很厲害 醫管局是這樣 我們的醫院是這樣 我們的警隊是這樣 我們的警隊是這樣 然後我們的議事會堂 明目張膽 這個就是良好大的罪惡 罪惡就在於什麼 將所有這些大家都覺得 只能夠鬼鬼楚楚陰暗做的事 全部擺上桌面 理所當然 大家都問 找那些建制派 入議事會堂 有什麼問題 是吧 他順利協助施政 所有議案容易通過 你真的這麼想 那你跟大陸那些愚民有什麼分別 你現在見到了 周浩鼎事件 就是告訴你 建制派盤據 議事會堂之後的必然結果 在Jingle裡面的時候 你只能夠莊敬自強 你做好你的本份 當全港市民都做好自己的本份 作惡的人作惡不多 作惡不了的 作惡不了出樣子出來 因為大家當你是異象 這個一定要提高 是提高整個社會質素的好時機 煎熬很苦 但是不是政府煎熬你 不是社會煎熬你 不是梁振興煎熬你 不要以為梁振興下台 你就可以輸一口氣 人生一定有個煎熬的處境 指微斗數裡面對星 所謂四空星的其中兩顆 一對來的 就叫做火星和靈星 火星和靈星的特色在哪 明明 靈暗 火星是正面的衝突 靈星是暗地裡的折磨 煎熬 我們都有一顆靈星 如果火星和靈星一起射入那個工位 就是說它不僅是衝突 表面有衝突 內裡有煎熬 所以是非常危險的處境 如果射入那個工位 但是我們人生不是只有一個工位 如果火星和靈星都衝入我們的命功 什麼意思呢 兩個都會照著我們的命功 或者是雙夾 或者是一個三合局的 指微斗數術家所說的雙飛蝴蝶地 射入自己的命功 就是身子射入神 海某射入味 人物射入蝕 那些 自有射入醜 那些 海某味 海某射入味 或者自有射入醜 那些 就是所謂雙飛蝴蝶射入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一生的動蕩不安 一生的際遇 不是衝突就是煎熬 撇開了衝突 衝突是明顯的 跟八字的衝一樣 所以八字的 我們的八字指平命理 好怕地只有衝同形 衝是什麼 不是跟紫微斗了火星一樣 正面的衝突就是衝 但是暗地的消磨 就苦了 就是那個營 營必及六親 互相折磨 致死荒憂 所以我們很怕地支 地支裡面有營 這個就是靈星 等於紫微斗數的靈星 你營 誰折磨你 誰跟誰折磨 是親自折磨 其實我經常說 營背後是基於愛的 你不愛那個人哪有折磨 是不是 你不理他就不要折磨 你要理他就折磨 理一次 那個衝突未必有衝突 只是折磨 折磨是基於感情好 可能是病痛 可能是分離 可能是情深圓淺 感情上的折磨 父母兩代間的折磨 和子女之間的折磨 子女不是根據你的期望走 就是折磨 是不是 讀書 他發覺他無心向學 書本無語 都是折磨 讀完書之後 你不是根據你的期望走 都是折磨 這麼高學歷 為什麼會真的走去傳教 有些父母說出來 都發覺一字一類 一字一類 只不過是他的子女 有更大的理想 有更大的抱負 但是在他來說 因為你不根據他的期望做 再小事一點 兒子賺這麼多錢 大吃大喝 周圍旅遊 為什麼不上車 現在都不上 什麼時候上 你沒有了房子 你怎麼辦 怎麼辦 結婚 生小孩 媽媽還給了手期 你都不肯 你都不肯上車 怎麼辦 我喝茶聽過隔壁 這樣說 媽媽說 幫你計算了 我幫你已經想了 想通那個盤 給媽媽盡量支持你的手期 你每月供二萬八千多元 我計算過你的收入 你可以給的 兒子回答 我真的不想這樣生活 我每月供五萬都可以 但是我不想 我現在多逍遙 多自在 又去旅行 又開車 又吃飯 又朋友 為什麼要我無緣地 揹三十年 揹三十年 月供幾萬元呢 是的 這個就是價值觀不同 這個也是折磨 所以我們看 就是說 就算今天 不是因為社會的崩壞而折磨 我們也有另一樣東西去折磨 有時候是基於社會 政治 現在是不是最黑暗的時代 現在很明顯是衰世的時期 是事實的 1949年 中共洩政 本來就是一個 中國歷史上一個衰世的時代 和紅洋之亂一樣 基本上是一個衰世的時期 這是事實 但是香港是不是一個最矮的時期 何必要尋找最矮呢 這是一個令人不舒服的時期 所以折磨你的 可能是我們目前的政治制度 是香港那種沉淪和剝落 但是你要知道 就算社會沒有問題 都一樣有不同的折磨的情況 指名折磨十二個工 名父福田 是有千 侄才 子妻卿 如果你的靈星 在你的命工 那就是說 你一生的祭遇 都有折磨 令你那種進退艱難的地方 如果在父母工 折磨你的父母長上輩上司 老闆 或者你重要的客戶 這些就是所謂的老闆 所謂的老闆折磨 折磨不一定感情不好的 我們見過很多例子的折磨 是基於扶持子效果的 因為病而折磨 因為他的失意也在折磨你的 是吧 因為你是特別地關注父母 所以不就是一種折磨 那個靈星就是這個意思 你說在父母折磨好 還是在福德公好呢 福德公是你的所思所想 你一生都有件事耿耿於懷 一生你都不快樂 因為這件事卡住在這裡 一生都有件事堵住你 這件事沒有人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這就是靈星是福德公的效應 好了 你說不是這樣 命父福都不好了 不如在田 田債是什麼 家宅公司 實際來說你就住那裡 拉歪一點說 放大一點說 那個就是你的資產 資產折磨你 你說這麼抽獎 不如說你的房子折磨 你怎麼折磨 火靈明暗 有件事看不到的 不過他永遠折磨著你 最簡單用紫微斗數 術師所說的 流水 住哪裡都流水 不是冷氣機滴水被人投訴 不是冷氣有問題 不是冷氣有問題 是流水有問題 不是流水有問題 就是槍框滲水問題 滲水就返到地板 它會使到地板下的軟木 發毛 發毛之後爛爛爛爛了 有蟲 在地板有蟲 在地板那裡走到蟲 哇 嚇到假的都不是 這就是 是叫折磨的 這是相對香港社會的禮崩惡慰很小事 每個折磨都是一件事 不一定患癌才是大病 你的牙痛也是大病 它令你完全睡不到、吃不到、坐落不安 那就是大病 有時候是睡不著 我聽過幾個人說睡不著 到失眠去到是想自殺的 失眠也會自殺 未失眠的人真是下重不可遇遇兵 你試過失眠你就知道那種輾轉反側 睡到每邊都痛 頭這邊痛、那邊痛、左邊、左邊、左邊肩頭痛 右邊又痛、又起床、又攀下去 又蛇,有我胸口睡在下面 捲來捲去,加到旁邊都睡不到 你想怎樣? 玩完了沒有? 打完關斗你都不睡 十點睡到床 四點還在清醒 一槍打死自己 這個就是什麼? 折磨就是折磨 填摘的折磨好不好? 沒有所謂好不好? 每件事的折磨都是折磨 只是範疇不同 然後 永父福田事業公 事業公有個零星 行事永遠都出事 永遠有件事 令你行事沒有辦法安樂 有些折磨式的左折 行事的左折 你說這樣朋友公沒所謂 反正我也沒有朋友 朋友公牽涉三個公 他用三方四正來講 朋友公對面的叫兄弟公 他會照的叫父母公同子女公 簡單地講 這就是你的圈子 你的圈子會什麼呢? 演變成三種人 一個做了你上司 或者做了你老闆 一個做了你下屬 或者做了你照顧的小朋友 剩下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做了你拍檔 拍檔你自己選擇 是啊 筆迪 好的就叫做筆迪 兄弟 是不是兄弟? 兄弟 兄弟出來喝一杯 好 兄弟要喝一杯 原來叫你來找數 兄弟有通才之意 是啊 黑社會的那個兄弟很傳實 是兄弟公來講 你說如果你的家有工不好 就是說你根本人際關係就不好 你和人相處有被折磨的感覺 或者你在折磨人 人在折磨你 在同事之間很折磨 一上班就辛苦了 是不是? 有位學生說最近公司有個同事 不知為什麼合作不到 很辛苦 是不是? 搞到他的心情都很差 兩眼通紅 為什麼? 同事的時間比家人更長 一天工作八小時以上 你想想 清醒的時間 你有多少時間清醒 除了交通 大部分對著同事 他說他不是我上司 他又不是我下屬 他又不是我拍檔 不過他很行走 是啊 零星就是這樣 你去到哪個場合 都會有一個 令你好像 一隻腳有一顆沙在鞋裡的那種感覺 當然就不舒服 你說轉工呢 轉工又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的交友工 就有一顆零星在這裡 令你煎熬著你 煎熬著你 搞到你無法坐立不安 他影響的是你上司的關係 影響的是你拍檔的關係 影響的是你下屬的關係 就是說 簡單地說 你的人際關係 有一顆零星 你跟別人相處 就如坐針尖 就像穿了一個 小半號的皮鞋一樣 又不是穿不下 總之很辛苦 跟別人一起很辛苦 跟別人開會很辛苦 跟別人吃飯很辛苦 跟別人上班下班很辛苦 見到你們我呼不出氣 這就是交友工 有顆零星的效應 你說不要交友工 是遷移工 遷移工 遷移工是煎熬你的 折磨你的 好不好? 很小事 我都不理人的 真的? 你有沒有看過中共 立國之後的歷史? 你有沒有看過大躍進? 你有沒有看過三面紅旗? 人民公社? 你有沒有看過 文革的 報導 記載 傷痕文學 你有沒有看今天大陸裡面的處境 觀貪民窮 佛公義的社會 你現在香港 置身香港 你都尚且覺得煎熬 如果你置身大陸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遷移工的問題 所以遷移工和命工是打對面的 你的祭遇 是決定你置身的環境 是不是? 你如果你是在羅湖橋 以南做律師 始終是一個不錯的行業 羅湖橋以北 有良心的那些是巡城監獄 已經 剩下什麼? 為虎作唱 周浩鼎那類 是不是? 愚蠢 向權力膜拜 諸一樣的隊友 這類人 周浩鼎在香港做了 立法會議員 尊貴的 尊貴的議員 也是一個執業律師 這樣做執業律師 田北俊說 很明顯 執業律師的股市 一定是易考過BCA 你不要怪田少秋水 看到這樣的建制派 他亦自稱自己的建制派 唉 都沒有 不欲觀之矣 千而公有的煎熬 就可以置身香港目前這樣 他讓你每件事都看得很辛苦 今時今日 你對新聞所謂真的有理解 最後發覺你要再詳細看 想理解一下來龍去脈 你會覺得很辛苦 每一宗新聞都不應該發生 就正在發生 每一宗新聞處理的虛勢 是完全發掘 社會沒有了道德和價值 每一個人 遇到這些問題發生 反應都奇奇怪怪 這就是千而公有一個零星 所相帶的問題 千而公也是決定你 制慾的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工位 你越優秀 你的制慾越 是一個不公義的社會 你的制慾越坑坑 你再看看楊憲益那些 你看看田漢那些 是不是 你看看 封紫海 你看看 前宗書 一家三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優秀 所以呢 所以他們悲慘 對了 這就是千而公 影響你人生 很容易解釋 火明明暗 火星滞於明晴 明如可以看得到的衝突 就是說 你的病是看得到和你的健康衝突的 看得見的 明顯的 來得急的 正面交鋒 那麼零星呢? 零星呢? 零星是煎熬 折磨 沒有人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如果在這個 啊 命盤裏面的 折壓公義 有一個零星 就是說 你一生人都有種病 揹著在身上 他日夜煎熬地理 撕又撕不甩 治醫又醫不好 命又拿不去 他要你寢食難安 他要你耿耿於懷 他要你一生都是 揹著這個病 度過你這個 人生百年 好不好當然不好 不用問 問下去 是嗎? 好了 不是折壓公在哪裡呢? 到財白公 財白公 財白公 搞清楚 只未得到財白公 是你的價值觀 因為對面的是福德公 福德公是抽象 觀念來的 你的觀念 人快不快樂 決定一個價值觀 知足者常亦樂過 為什麼呢? 你的價值觀知足 就表示 你這個人永遠都快樂 福德公是決定你快不快樂的地方 如果對著那個財白公 你的價值觀出了問題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你有些東西你很奇怪 你的價值觀有病的 在折磨你 是嗎? 明明加你五萬美金 你一個月很開心的 但你發覺 原來貿理都加了七萬 只有你加五萬 我從事你失眠 失意 借酒消愁 本來想請同事吃飯的了 已經 但你知道那個豬頭 那條貿理都加了七萬 自己加了五萬 糟了 取消了卡拉OK房 飯也取消了 你的價值觀有問題 你在鼻子裡 你明不明 本來就很滿足你的家身 五萬元 但由於知道一條貿理 那條貿理怎麼加七萬 你不要管 各有因緣 都不知道為什麼 不需要知道 也知道不到的 你不明白的 生命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是不是 你這麼有興趣 這麼有時間 你研究時間 檢視就算了 你管你為什麼 那些廢柴都可以 扶搖直上 你看人家廢柴 而可能他所帶來的功能 你也看不到 老闆去什麼地方 只有老闆才明白的 有些是潤滑劑 有些是拿來讓他安心 是不是 乾隆為什麼蠢信 寵信和身 他兒子不會明白的 個個都精明的大臣 誰跟他玩才行 上袖死 下袖拉和身 抄你家 是不是 殺你頭 全部大臣要表態 為什麼 他恨這個大臣 因為他老闆為什麼會這麼蠢信和身 不明白 富可敵國 貪污的家財 比國父更多 比乾隆時代國父更多 你聽聽知道很厲害 為什麼乾隆要他呢 你不會明白 因為你又不是乾隆 你也不是和身 你也不明白和身 對乾隆的功能在哪裡 是不是 你也不明白李連嬰 對這個 西太后的功能在哪裡 遲起點出了一個李連嬰 每個人都有一個這樣的人 權力大到絕頂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人 是不是 不要問為什麼 你不做他就可以了 兩個角色都不關你的事 你的價值觀有問題 你怎麼會開心呢 因為他直接射入你的福德功 那條是打對面的 好了 如果你說不是財白功 有一個零星 那我零星就手進入子女功裡面 子女功有一個零星 唉 唉 你想想 我不知道你是否為人父母 多少為人父母 覺得一生折磨他就是兒女 一生兒女債 這句話基本上都對 所以為什麼男人 這個八字 以觀察為子女呢 因為黑我者為觀察 天下應 天下的際遇 天下的問題你都不皺眉 只有子女就讓你皺眉 追心之痛所謂 能夠令一個人有追心之痛的 通常就是兒女 只有兒女才令你有追心之痛 如果你的零星 在兒女功 一生折磨你的就是你的親生兒女 喂 我不覺得有人會選這個 當然有得選 沒有人會選這個位子 哦 這樣兒女功不是 就是夫妻功的 是不是 一生為情所苦 是不是 情深的就是原淺 喜歡的偏偏不是跟你一起的人 跟你一起的人 時間表現不一樣 是不是 他得意的時候你失意 你得意的時候他失意 這些時間表現人生不一致 人生不一致就很苦了 夫妻恩愛 但是問題就是 相見艱難 很多人事業一帆封信 每天下班 我認識過幾個人都是這樣 下班要走一轉醫院 他說一句很驚心動魄的說話 他說誰知道明天還要不要去 這個說話 說出來平淡 實際是驚心動魄 今天要去 最後一次 誰知道是否最後一次 所以不能不去 做多辛苦多累 臨到回家之前 都要走一轉醫院 床頭畏弱 這個就是遺憾 這個就是煎傲 這個就是零星 你見到明花雕姐 我看你多開心 我看你怎樣英雄得意 怎樣怎樣怎樣 才富滿屋 如果你最喜歡的人 你的感情所在 夫妻公不一定是夫妻 夫妻公是你的感情所在 感情所在 永遠有一條刺 有個耿耿於懷 令你一生耿耿於懷的遺憾 現在就來 如果你說不是放在夫妻公 行不行 最后的公 叫兄弟公 什麼叫兄弟公 你說我沒有兄弟 沒有兄弟未必是沒有兄弟公 兄弟公 第一 我都說對面的是交友公 交友公最好的 變成你的兄弟 黑社會講的兄弟 英文叫Buddy 或者簡單地講 拍檔 你的拍檔永遠都令你耿耿於懷 永遠折磨你的 很多 你見很多人 永遠都跟拍檔分手 永遠都是 所謂 很不好的 為什麼呢 一拍檔就出事 是不是 很多人都經常說 我們拍檔永遠都不知道為什麼 公私 一定找個庇護工場的人來做我拍檔 不奇怪 打工仔都會這樣想 喂 明父福田是有千 疾財子七兄 十二有公 總有這些星 就是說 任何階段 都有折磨你的處境 有折磨你的因素 有折磨你的六親關係 有折磨你的祭遇 有些人在學業上一生耿耿於懷 有些人一身功夫 但永遠都沒有欠了個舞台 是不是 有些人 錄親感情好 但偏偏錄親的祭遇 又不完善 對了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啊 零星 所以今天香港 崩壞 的確是折磨香港人 但你不要埋怨 香港 政府墮落 你更加要振作 對了 說到振作 我們想說說說 今天剛剛結束了 習近平一路一帶高峰會議結束 啊 號稱花萬億打通的任督二默 這條亞洲中東的通路 其實是補給線 每一個當自己皇帝的人 都有這樣的幻想 隨讓低 挖混河 唐太宗三精高巨麗 乾隆有十全武功 是不是 秦王 看武 都要泰山風禪 泰山風禪不簡單 泰山是我們的中國 中國裡面有個神 泰山之神 這個泰山是什麼 這個不是打拳的泰山 是泰山的神奇的神 當一個皇帝 他覺得自己 的管治工業已經達到滿分 他就上泰山風禪 想告訴上天 上天這位神奇 這位神奇之道 你看看我做得多好 是不是 你給我一個 掌章給我 給我一個錦旗 這就是風禪 所以秦始皇風禪 但是風禪不是個可以做的 你作為皇帝 作為天子 你的工業 是否足夠滿分 什麼去評定滿分 什麼去評定滿分 神用什麼標準去評定滿分 中國歷史學家用一個標準 就叫做安居樂業 所以這個字字 用一個字 字 這個就是名義代仿 黃黎洲的標準 也是千古的標準 也是孔猛的標準 文貴君卿 當大家都風禪的時候 你就叫做智 這個智 的時候你就可以風禪 秦始皇沒有資格 秦始皇武功好勝 能夠崛起於西隋 經年累月之下 拼吞六國 六國謀神 戰將無雲 餘魂那麼多 但是你沒有辦法 敵得過 西隋的崛起 很多不同的政治理論 歷代有不同的文章 研究這件事 有過秦論 有六國論 不同的文章都有 不重要 重要的是 當你做了武功 鼎盛 天下一統 你覺得自己已經足夠的工業 上泰山風禪 但是問題 上泰山風禪之後 秦始皇就死在歸途了 在回程死了 為了掩蓋他的死亡 所以李斯想了一個方法 把他的屍體發臭 把所有鮑魚都放進去 所以有一個成語叫 魚入鮑魚之士 反正鮑魚臭 不是皇上死了臭 因為他知道 在途中死亡 他們的咸陽就大亂了 因為始終都是 在帝王之家 一定會有的樹之爭 有黑桶的山頭戲派 另一位就是漢武帝要封禪 漢武帝覺得自己 文字武功已去到頂城 所以他要封禪 但是當時的史官叫司馬譚 他不去 因為他不認為漢武帝 但是當時的文字武功已去到頂城 他不去 所以當時的文字武功已去到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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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去到頂城 如果沒有去到頂城 你去封禪 他不去 作為史官而不去 你也不適合老闆談 你也知道他一定失意了 失意而死 他將史官重責包索給兒子司馬遷 要完成父子 司馬遷在史記的罪言 寫了內隆去脈 無論他多辛苦多屈辱 他都不可以死 因為他父親交托了重任給他 要寫成這本史記 所以司馬遷的失意 然後成史記 司馬遷為何要失意 這就是牽涉歷史的一個小故事 其實不少 應該說大故事 不要說小故事 當時李寧 和出事的兇奴 戰敗投降 但是他有他的艱難和困境 司馬遷建議勇為 建議不為無用也 孔子說的 他不是無用 他有用 所以和漢武帝 為李寧辯說 這樣就得罪天威 得罪天威 本來就是死刑 但是當時漢武帝時期的刑法 就認為 只要你接受公刑 就驗了你 就可以取代死刑 而當時司馬遷選了公刑 為什麼 他一定要解釋給後世聽 為什麼他願意接受這個恥辱 你真的怕死嗎 貪生怕死 你還怎麼會是一個司馬遷呢 太史公 他說不是 因為他爸爸有個心願未了 司馬譚死了 生願未了 他要完成他父親的工作和責任 完成這本史書 所以他寧願接受公刑 他不是擔心怕死 他不是為了公明富貴 所以他寧願接受公刑 而完成史記 這個被後世 稱眾為史家之絕暢 無韻的尼蘇史記 就是這樣完成 忍辱成史記 究竟習近平的一帶一路 只是徐陽帝的混河 唐太宗的三精高巨禮 乾隆的十全武功 還是秦皇漢武的泰山風扇 或者簡單地說 只不過是一個 毛澤東式的大躍進 認為自己超英趕美呢 這個事件我們閱讀到一件事 這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上至到這種黨政軍 大權集於一身的集核心 去到下面的 漁民奸商 上至紅色血脈 下至漁民奸商 都停留在金錢萬能的層次 所以他要開一個峰會 是不是 號稱 號稱會投資一萬億 個個過來也有好處 是不是 大家找一條通道出來 這條通道 大家找好處 青年人就找工作 商人就找利益 通了之後 哇 整個亞洲盛世就取代了 這個 歐美的盛世 這個時間表就是如此 表面就是這樣 但是他以為 用錢就能打通 這條任督而默 你看看地圖 這條一路一大的地圖 不容易打通 是最多戰亂 最紛爭 還是最貧窮的國家的路線圖 打通任督而默 他說 用錢就可以了 用錢買通了整條血路出來 好像他們現在建樓 高速公路 高鐵 在國內不地地賠款 強行收地 是不是 一定得到錢 為什麼我經常說 國內的人 大陸人仍然處於一個 畜生道裡面生存 你還以為 金錢萬能 其實不是 要打通這條任督而默 一定要國勢很強 你說 拿破崙也做過 成吉思汗也做過 是的 他們做過 他們不是一用錢 他們還要國力 今天中國 中國 是不是已經足夠 大陸 中國大陸 是不是足夠的國力 這就回到盛世問題 我覺得 一路一大處大問題 其實不單止是一個 純粹一個獨裁者的 十全武功 或者一個 毛澤東式的狂人 以為這樣就可以超英趕美 最主要這個是他們的生命線 可能大家不知道 你會看到今天中共的困境 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 只是看到GDP 但是你見不見到它是什麼 就是基本上 30年來 你已經令那塊土地生產的食物 不足夠給上面的生物生存 本來 本來地球是很公平的 那塊土地生產的食物 足夠給那塊土地的生物使用 生物不單止是人類 還有動物 還有其他種種的有生命的東西 就是說 一塊土地的存在 是足夠給那塊土地上面有生命的人使用的 這就是所謂平衡 這就是困掛 這就是困掛 這30年所謂的改革開放 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呢 表面上就是世界工廠 現這裡是實際性的 我們要賺了手的收治 不是 確實地招山 一定跑 Mor in ıyı 人 Canadian 出選擇 指定 用iko 刑 人家 нал力 ! 不知道珠江沙坡是什么地方 我们小时候读书都说是鱼米之乡 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是最繁殊的 整个河流落的地方 成为了所谓咸淡水交界的地方 鱼获丰富,农业丰富,土地肥肉 但是现在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用来做起楼,豪宅 那里种东西呢?最贫積的地方种东西 在陕北、陕西、甘肃 那里根本就不适合种东西 所以种不到道米,只能种到高粱 最负積的地方,我们不是用来种植 最贫積的地方,才是我们的农田 那你想想,这个地方又怎么可能足够食物呢? 再跟着我们的食水全部污染 我们的食品全部有毒 我们的人民道德全部降到最低线里面 连动物都不如 同时是跟病毒看齐 因为不会有生物危害它们自己的婴儿 不会有生物破坏它们自己生存的土地 除了病毒 那就是说,目前的大陆情况 怎能够是一个城市 单是靠一万亿就打通这条中亚、世亚 去到中东的一条任督移脈呢?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件,你看到的悲剧在哪里 就是说,习近平已经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它要打通这条補给线 不但只是石油、能源、还有食粮 都要它打通,由贫固的国家供应给中国的消耗 如果不是,中国这个土地根本已经不足以制造 足够的粮食,给14亿人使用 好了,我们连续两个星期都不够时间 就讲论语 我今天就是决定恨这个心的了 即使一个钟头够了之后呢 我都不会完 我一定要讲了三段论语 接回之前,我们缺了 因为我整个节目开中明就讲 我有个心愿 希望将论语带到各位面前 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独特之见 而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宝藏 尤其是,尤其是在今时今日的香港 我们知道易经论语都是衰世之学 都是憂患之书 在今日,今时今日的确是衰世 今时今日是憂患 日本人视论语为一个宝藏 而我们听到论语 我知道的,很多学生都这么说 他说 喂,你讲论语 唉 他会霞一声 对吧 他说你看一下 现场 原场的听众 一听到论语就不见几十人了 突然间好像逃亡 散开 现在我开始讲论语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听的话 就快点可以关机和转机了 我们之前讲的,也不都是讲 chapter one 学而骗 学而是习之 不亦月虎 有凭自远方来 不亦乐虎 人不知不运 不亦君子虎 学而骗是讲个人修养的 的开始 那是君子 怎么学呢 孔子第一句 第一个chapter 第一个学而骗 第一段 第一章 就告诉你 什么是君子 君子是了不起的人 他怎么了不起 关键在于 人不知而不运 人家误解你 人家抹黑你 你不运 不运就是零声 刚才我说这么久的零声 就是耿耿于怀那一颗 如果你都被人 啊 不了解 误会 甚至撥默 甚至冤枉 你都 不耿耿于怀 那就是君子 为什么孔子要这么强调 这一点呢 因为人人都是个死猫 人人都被人误会和冤枉过 如果你背着这个包袱 你的举报艰难 暴力万山的了 好了 我们来讲第八段 第八段是一个精彩的一段 这一段的著名的地方 就突显了一句出来 无有不如己者 后世很多人解释这一句的时候 不知道是错误解释 还是他们的诠释方法有问题 他说我们交朋友 每个人都要比自己 我们不交差过自己的朋友 是不是 我牛津毕业 我交朋友 起碼是剑桥哈佛耶路 随便大学那些 你不要跟我交朋友 我学士 我起碼交碩士朋友 我是总经理 我起碼交董事才做朋友 那些什么 无名无姓的 那些 我是高级警务人员 我只和更高级警务人员交我 很多人这样理解 用这一种方式 来交朋友 是不是 假过我 我交来干什么 不处 钱我多过你 学历好过你 背景高过你 是不是 权力大过你 我干嘛跟你交朋友 喂 如果孔子是这么势利的话 经过了2500年来 不同朝代的学者 洗礼 他不可能成为自性先师 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人物 如果你就是这么厉害 我认识别人 先看看你的身家 先看看你的学历 先看看你住哪里 你浅水温 那就可以交朋友了 是不是 喂 我住浅水温 至少你住山顶 喂 我住马几仙客道 麻烦你 起码要住house 都可以跟你交朋友 你这样 你这样 你会有朋友 是不是 你白夹眼一个 不是这个意思 孔子讲学文 说学乙篇整段都是讲学文 怎样增进自己的学文 他又提出君子这个 这个 这个标准出来 君子是怎样的呢 君子不重就不畏 学则不顾 这是第一句 孔子的意思是 你要想做一个 高过超乎一般人的君子 一般人叫小人 小人就是大部分人 我不敢于做大部分人 我想做厉害的人 那就是君子 君子是怎样的 君子不重就不畏 那种是什么 那种是尊重自己 我们现代说的 自尊心 当一个人 不懂得尊重自己 你做鬼都不靓 还是自重 现在讲的自尊心 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有个尊重 如何尊重 有个信心 你做得到的 你一定得 如果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你都不尊重 学问对你没有用 学质不顾 学来也没有用 不会稳固的 因为你不懂得尊重 人的学问 是建筑于 你对自己的信念里面 先做一个人 做一个人 你才开始做学问 不是现代家长 急不及待 推他入名校 未出世 就已经推他入名校 那你就变成了 他一定是一个人才 将来就徐遥直上 促上牛津剑桥 那就很厉害了 起码打好基础 以后也不会艰难 真的这样 不是 孔子认为不是 起码孔子觉得不是 孔子说 首先 做学问前 你要尊重自己 对自己有个自重 有个信心 尊重自己 不重则不威 威是什么 你根本做不到任何东西 所以不威 你不懂得尊重自己 根本做什么都没用 那我读书行不行 不行 学则不顾 他不会扎实 他不会稳固 知识对你没用 你先建立对自己的人格 价值观 自己的信念 跟着才可以求学问 这句简单地用两个字 可以解决的了 自重 人最贵的是自重 你需要自重先 但是孔子知道 扎了一边就出问题了 中国的学问就是这样 墨迪兼亡 羊珠为我 都是各执一端 如果只能自重 那会变成什么 变成交经 刚才我举马里远三个事件 八仙岭火灾事件 沙士事件 到今次缓竿事件 你看到马里远的医生的传统是交经 交经于什么 你们出问题 因为你们程度不够 是不是 你们论论进进 我们不会 马里不会 是的 这个牵涉很复杂的历史问题 百多年来医学院都在 港大这边 马里是他的教学医院 所以他有一股自己高人一等的心态 就是 李国章这么仇恨港大的原因 第一段要自重 但是只懂自重 不懂得众人的话 那你只不过就是一个 看人不起的机会 但是你学习要做君子 所以他下面那句说什么 他说 主中信 无有不如己者 个责物但改 这个是说什么 又是用两个字构 就是众人 人做学习 最难是什么 自重 同众人 第一句说自重 因为君子不众不威 你要懂得自重 如果不是学问对你没用 但是 反过来 你要尊重别人 主中信 你要追求的人是什么 是忠同信的朋友 无有不众人 他劝你一句 没有人不及得理的 只不过个个能力不同而已 有些人读书 所以十科狀元 所以掌学金又港大 他要扶摇直上 在学院里面 象牙塔里面 他可以碩士博士地去 然后准备拿诺贝尔像 是 有些这样的人 有些人读书真的不行 书本无缘 一见到本书就暈了 见到字密麻麻 很多人跟我说 他不看字的 所有文字在他里面说 他说 离开学校的时候 他不当那些是字 那些是pattern 但是他可能煮菜 有些人可能做家务好 刚才两位同学说起做家务 他觉得主顾真的伟大 是啊 一个家庭发生了多少问题 多少东西要照顾 又有老爷又有奶奶又有父母 各式各样的亲人造节 拜山清明 各式各样 一个主妇很难 只是在厕所 看到准备 知道吗 他说 南威宝 然后又不知道 洗马桶 有些是洗面盆的 一个洗凉缸里面 哇 满了 都是护发素洗血精 是不是 然后去汗职 洗衣服 有些又不知道做些什么 他说很复杂 一个家庭很复杂 但是他管一头头是道 这个就是主妇的厉害 不只是管三千人的总经理厉害 管你一个家庭 令到每一个成员都觉得很舒服 这个就是安居乐业 这个在他的王国 家就是他的王国 他王国令到每一个家的成员都安居乐业 很舒服回到家 能够很舒服地生活 完全不用担心家里漏水 滴水 不知哪里食環住来投诉 又说不知哪里什么 跟着锁就坏了 光管人就烧了 很多头 是的 家里的灯膽 发觉有十七种头 种种又不同头 又不同色 白色分很多种 这个就是所谓告诉你 无有不如己者 不是只有你巴闭的 各有各的人 每个人聪明的地方不同 你聪明的地方在读书 他聪明的地方在语言 有些是 藏元才 也有很多是老千计 各个成方不同 有些人什么都不聪明 你看看这个 John Trotter 的电影 一个好像废青的人 但你不要让他舞台 你不要让他跳舞 一跳舞 掌声如泪 对 Saturday Night Fever 对吗 记得这套电影 好像是过我年代 OK 不要紧 每个人都有他的舞台 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他想给你听 第一句 因为叫你自重 但他很怕这句话 你错误地诠释了 你只会尊重自己 你秒别人 是不是 你秒有钱人 哎 唯父不仁 你秒明星 男道女窗 你秒穷过你的人 喂 很多人的香港 自己学历不高 看人不起 看得没有学历的人不起 自己不算什么 有钱人 他又觉得你产钱不多 实际是失败的 是不是 你自己什么都没有 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你觉得你是废青 你不是问他 社会有什么贡献 他又说不出 很多这些人 他在提议你 你首先 主宗信 你认识的人 一个要忠 一个要信 忠是尽其事 信是引落千金 他想提一提你 各有各的角色 各有各的才能 有些人 好像笨笨笨笨 你不要看少郭靖才能练得到 航龙十八奖 聪明到好像黄庸 那样 很多功夫他又做不到 是不是 你叫郭靖练这个 诺英神 神剑掌 就是搞他 是不是 他就练航龙十八奖 但是郭靖大俠穩重 忠信 他就想告诉你 无有不如己者 各则物但改 你要明白自己 做错事 立刻改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交友标准 错了肯改 就是这一人 错了肯改 就是英雄 就是君子 是啊 想告诉你 整段事情 不是叫你做白夹眼 交朋友 要交有钱人 是不是 住屋要住半生 不是这样 住太古城 我交朋友 起码住马基鲜峡 不是这样 恐之绝对不会这样教你 恐之第一句教你 你要尊重自己 现在你看到大陆人的问题 在哪里 大陆的问题 就是因为不尊重自己 是不是 他做错事 他会用藉口说 小弟哥 犯法 不蹲下 我怎么犯法 是不是 他不尊重自己 犯法吗 又没有这个条例 是不是 他自己衣食不缺 他走去教堂里面 轮的那些圣诞包 他说 没有 很多人有楼有成 把一层楼写给他儿子 自己去申请公屋 65岁以上 是不是 制度是这样的 他说是犯法吗 用法律来管治 真是死的 跟着给了个儿子 之后又后悔 给了个儿子之后 那儿子就死到他了 十层楼被他去媳妇 还死 当初就是贪 一个公屋 水层楼 给了个儿子 个儿子死了 给了个媳妇 媳妇不准进门口 你不要按钟 那怎么办 是啊 哭哭哭哭 每天都哭 很多这些人 为什么 这个问题就在 你不会尊重自己 大陆人的问题 就是这个字 不会尊重自己 当然他也不会尊重别人 啊 他以为钱就可以搞定 所以 习近平开一个封会 就拿着一万亿出来派 是不是 你敢不来吗 美国也来啊 俄罗斯也来啊 普京也要等他开会啊 啊 不是这样 又怎么可以弹到一首钢琴 给你听呢 这个显了一个强者的角色 啊 是吧 他有一张自信 你只要叫习近平弹一首钢琴 给我们听一下 嗯 是啊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 自重 中人 这个就是学问的基本 不是读名校 不是入女不遂 不是读国际学校 不是报什么 什么IP课程 不是这些东西 好了 讲完了学乙篇 第八篇 我们再讲多两段 第九篇 反正都过时了 曾子弱 曾子是哪个 曾子是一个大人 大家知道孔子的儿子 孔李是死了 孔子六亲好异的 刚才我说的那些火令羊堂 我相信全部都在六亲上 但是他成就一个很大的学问 好了一个工位 就其他一定要付出代价 如果集中好一个工位 一定是坏了好某些工位 那孔子就是了 吴兆也自然故多能匹事 那他就是 父母早亡啦 处室所生啦 跟着 儿子早死啦 是吧 所以 他的 最爱的学生叫颜冤 又早死 33岁就死 所以简单地说孔子的子女公 一定有问题 是吧 折磨他的 自己亲生的儿子 早死 但是颜冤 也是早死 他更伤心 所以后来承传孔子衣缝的就是这个增心 增子 增子在这时候就说了一句 我们当剧本那样看的 孔子说了这段 君子不重 则不威 学则不顾 主忠信 无有不如己者 各则物但改 这个时候 作为他的衣缝全人的增子 再加多一句 他说 慎忠追怨 民不归后宜 咦 为什么这时候说这句 慎忠追怨 传统几千年来的一般人的解释就是 慎忠 什么叫慎忠 慎忠者 对死了的人 你要慎 对死者的先人 要怀念他追怨 怀念他当前在生的所有的言行 学问 教会 我们要謹慎我们先人的教会 謹慎慎慎慎下去 那就能不能归后 文是什么 文是一般人 一般人 就归后 所以说社会封气 就会厚度 这段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念 传统也是这样解释 曾深说 曾深就住孔子那段学而骗 君子不重 则不威 学则不顾 主忠信 无有不如己者 各则物但改 我所解释的就是说整段的,说两四个字,自重和重人,自重重人之后,曾子作为大弟子,他想为那些私底,引申一下,elaborate一下,所以他就说了,慎忠追怨,文德就归后了,你慎其忠者,追其的追怨,就是怀念他的言行,遵守他的教训, 那里的当地社会,风气就会厚道,但是,近代的大嶼,南维瑾,他就不是很同这种传统的解释,他提出一个质疑,为什么曾子无端端叫你神中追怨拜山,就是说简单一点,我们一讲清明智就讲神中追怨,既然神中追怨,为什么会在孔子学而偏出现呢,这段学而偏出现是说你做学问的标准, 做学问的标准,为什么叫你神中追怨,就是做学问呢,还有放在第九章,在第八章的后面,孔子刚才教你,自重众人,为什么曾子突然叫你清明智,他不是很同这种解释,他觉得神中,忠是什么呢,忠就是结果,结果就是忠,什么叫软,软就是原因, 一个人想要有好结果,首先你要有好结果,首先你要有好结果,首先你要有好结果,你謹慎你的结果,不如你追踪当初的开始, 其实简单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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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回最初的原因 追其远 每件事都有个原因 每件事的原因都导致后来的结果 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玛丽医院在几件社会大事上 都变成了一种傲慢娇惊 无论八星岭的学童火灾 山火那次 无论沙士03年 到今次的 联合医院失误 他也是有个原因 导致今天的结果出来 菩萨慰恩众生慰果 当社会 人人都谨慎恩果 人人都担心结果 所以谨慎的开始的时候 社会道德风气就一定归厚 厚是什么意思 厚度 严谨 这就是学问的道理 不是一定要一个学位的 不用一定要读国际学校 不用一定要辛辛苦苦排英机 介绍信 不用一定的 首先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知道 中了恩 就一定有果 如是恩 如是果 万法皆空 恩果不空 当社会大家都深信 恩果 不会这样做 有些事情你不敢做 有些不会这样做 不会这样处理 因为很快就回头了 很快的问题 角色是互调的 是不是 当你觉得因为蛇齿饼肿 你就选民建联的议员进去议会 你见到周浩鼎事 你就会知道 这个议会根本就废了 废了 废了议会 不是因为要做反对派 是因为你要明白到 他的后果在哪里 所以你要神钟之前 就是 唯有方法就追远 当见到元朗 见到上水的 那些母亲就会哭 我和宝宝爸爸都是香港人 交了很多岁 为什么我们都不可以在上水读幼稚园 我们的宝宝 为什么不在那里读 不要哭 不要哭 这位少年妈妈 不要哭 你有没有登记做选民 你投哪个票 这个就是追远 你既然觉得今天 你给一些深圳的学童 抢了你 抢了你 那个儿女的上水 幼稚园小学的席位 你要被迫 把送的子女去屯门读 读小学一年班 你不要哭 你要追远 你有没有关心过政治 还是你最恨政治 你讨厌政治 你会不会讨厌政治 没有登记 你没有派自己的议会代表 去到各层议会 今天的果 就是因为你的恩 因为你政治冷漠 你以为只是两夫妻 生了个BB 掌上明珠 是不是 那就会幸福快乐 但是周围的人都在吃你的公民权利 你的子女接受不到恰当的教育 你买奶粉也有困难 你轮后公屋 基本上就没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有问题 你不关心 你为什么要承受这个恶果 你不慎重 你要慎重 就要追缘 个个都慎重追缘 个个都信奉因果 这个社会的气氛 这个社会的道德风气 就一定厚度 一定严谨 这个就是第九章所说的 慎重追缘 文德归厚的解释 这是南怀锦的版本 另一个 之前一直有传统的解释 就是说 你要慎其忠者 对死去的人 要怀念他的言行 怀念他的教训 这样这个社会就会厚度 不是一定要用南怀锦的解释 不过你要慎重追缘的事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发挥 我也说 其实论语最好的地方 是因应你的性格 学问高度 视野 社会经验 而发挥得不同的养妙 是丰富你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 能够 如果我起到一个好小小的作用 能够让你注意一下 论语 中国经典宝藏 是我们四书之一 是孔子的学问 的语录 如果能够带起你的兴趣 你在书局 随便买一本论语 或者你在网上 按入论语中 随便立两眼 那已经达到了我 我做这个节目当初的原意 这个就是追缘 我追缘在这里 其实 讲完第十段 就完结今天 现在已经过了钟了 但问题 很多人都问我 其实关什么事呢 其实你又没有节目 又不是商台 又不是港台 又不是下节目接着你的 为什么要将自己规定 在一个小时里面 一个小时是我们本身 地预算的 大家一起的时间 但是我发觉 我永远都讲长了 是overrun的 所以变成说不了论语 但是我怎么也讲回三段论语 作为今天的总结 最后一段是第十章 学乙篇的第十章 这个是孔子的另一个年轻学生 叫子琴 子琴 问于子贡 子贡又是另一个孔子身边的学生 我们是著名学生 我们知道孔子身边的学生 因为我们没有两大将 一个武功来说 就是讲子佬 所以任何危险的东西都叫子佬 是个文字弱 是吧 子佬就是那个 军事专家 武功第一 陪着孔子身边 简单地说 就是孔子的贴身保镖 另一个就是子贡 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人 在史记来说 为他而开个chapter 课值列转 简单地说 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学 这个就是子贡 什么都赢什么 很有钱的人 外交家 这个是大师兄 文就是子贡 武就是子佬 孔子身边的两大 王朝马刊 问啊 子琴这位师弟 问啊 师兄子贡 他说 夫子智于是邦也 必文其正 求之语 亦语之语 他说 啊啊 师兄啊 我们老师 周游列国带着我们 去到那里 又说别人的 政府做得好不好 好在哪 不好在哪 必文其正 就是说 一定批评两句 求之语 喂 老师 你这人失业 是不是想找个官做啊 益语之语 纯粹是给一些意见啊 咯 咯 作为子贡 一个外交 当时的所谓风云人物 企业的 一个投资很厉害的聪明人 说话 他不会直接回答你 子贡就说 夫子温良功俭阳 而得之 夫子之求也 其语 义父人之求之语 他想说什么呢 他想告诉你 是的 他说 师弟就问师兄 我们的老师 去到不同的国家 所谓国家 和现在说的国家不同 那时候 是周天子的 东周时期 有周天子 那是诸侯来的 那时候叫做国 郭艺斯一个诸侯 一个地方 又大又小 他去到每一个国家 都了解人家的政府施政 然后批评几句 那是不是想outload呢 他说 子贡就答 这位师弟 他没有说是 又没有说不是 他实际上告诉你 我们的老师 夫子 温良功俭阳 什么叫温 温是平和 量是道德 公是公敬 劍是节制 阳是谦顺 他说我们老师有五大特性 平和 道德 公敬 节制 谦顺 我们老师是用这五大性格 而做到今天 这个 老国圣人 这个身份 即使我们老师是有所求 他的求 夫子之求 其 诸义 人之求 喂 他真的有所求 他都跟一般人的求的不同 就算他outload 可能他的outload 都只是觉得那个地方需要他 他想服务民众 就算他纯粹是给预见 他也不是 隨便说两句 谈完就走 白谈齋主 所谓的建制派说 你们那些反对派 什么都反对 说什么你这些人都反对 是不是 现在很多建制派的人 都用这种方式说话 你批评共产党 他说你什么都反对 是不是 你批评建制 你什么都反对 你批评人大 八三一 违宪 违法 违反基本法的框架 什么都反对 他有一句说话 什么都反对 因为你什么都错 你什么都错 就是反对 是的 所以 子禽问一下子共 我们老师是否outload 子共不直接答师弟 他只是想解释给你听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一个人是outload 还是不是outload 是决定 一个什么人 他用什么方式去批评 他用什么方式去要求 他要找一位官职来做 他也不是因为他那些官职的俸禄 他是觉得有需要他能够发挥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从政 每个从政的人都说 我想服务香港 是不是 个个都说我爱香港 他爱不爱香港 不是他自己说完算数的 爱不爱香港是你怎么去 你的行事 你的价值 你的取向是怎么样 好像那些人买公司 是吧 买kable的优达昌 他爱不爱kable 你感觉到 买这间电视台 你是不是爱他 最近TVB 又被证监发现了一件事 根本就不是目前那些人 全部是代客拍车的 陈国强、王雪鸿 全部都是代客拍车 是大陆佬 另一个黄精出现而已 不关我们 证监事 我把报告给你 发牌委员会 是吧 你自己看看政府里面 这个人还值得拿牌 这间公司是否有事 你广播政策 又是私心 你根本就给 想用中联版 北京的方式 控制所有舆论 你用舆论 三人城府的方法 是吧 你每天这样说 贪争、贪争、贪争 有用 三人城府 增心杀人 这也想告诉你 即使增心这么严德 作为孔门的传人 写大学那位作者 他妈妈对他这么有信心 只有三次 第一次跟你说增心杀人 她妈妈连答都不答 继续职报 第二次 增心杀人 她妈妈停一停 觉得根本不可能 她的儿子怎么杀人 第三次 增心杀人 第三次 她停下 继续机 走出门口 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她的儿子杀人 喂 连增心的老母也动摇 所以你说 执掌大众传播媒 多重要 整个电视政策 是和五十年前 六七年没有分别 仍然只有TVB 而还要控制在大陆佬的手上 所以你想做的是什么 想做的只是愚民政策 你想传播 用增心杀人 三人成虎的方法 上日的根本不是事实的 变成事实 而大部分人 香港人 没有时间研究 自己没有个人的逻辑思维 去过滤思考 那你自然就变成什么 人说什么你信什么 加上几份报纸 是不是 全香港的报纸 我都说英雄壮士尽 全者皆温柔 是不是 没办法的 这个时候你看到 所有牌照的电台电视台 是没有内容的 但是网上就八花齐放 他们不敢说政治 不敢说其他 他以为说一下股票 再加上美食 就可以填满空间 但是不够填的 原来填满的 在这样的情况 这么歪曲的情况 香港出事了 我们更加需要自己 要独立判断 你不一定要听我说的 你自己去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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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讯公开的年代 很多不同的资讯 有别有用心 所以你要看他看什么 看一个人要看 瘟 良 公 检 让 子贡只是用这五个字 去形容他的老师 所以你说他是否要拼搂 还是纯粹批评 即使他是要拼搂 夫子之求也 其诸义夫人之求之语 和一般人所求的不同 他求的不是你想的 这就是子贡作为大师兄 对一个私底子琴的问题的答复 这个是带出了一个思考答复 不要有model answer 我说是 你说就是 我说不是就不是 即使是子贡 他都没有资格代表孔子 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他只有说 我的问题是瘟 良 公 检 样 所以你认为他拼搂 他就是拼搂 不过他的拼搂 和一般人的拼搂都不同 这是子贡的回复 其实各位朋友 你对香港近日的新闻 你不需要根据我的全释法去看 我只是提供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标准去看 每一个人 究竟你 周浩鼎 这种私通梁振英 是不是温良 公 检 样 这样来做的呢 那么他的私通 是不是有异于义乎人之私通语 是不是真的这样 你自己判断 你尋找答案 用你的阅历 用你的眼光 用你的价值观 来判断近日 失散 失散常的新闻 价值丧失 整个香港 是不是 直成是淪陷一样 全部好像 失散常 医院 警队 是不是 加上立法会议员 都是这样 那你自己去判断一下 好了 今天我们超过半小时 希望下次我能够掌握时间 不好意思 多谢各位